字幕提供 嗨 大家好 我是小青 今天呢 要來為大家介紹一種 簡易的補水桶 6塊錢補水桶 那補水桶呢 一般比較大的補水桶是長這樣 從下面開關它就可以滴水 那這個就是一樣是架在魚缸上面 架在魚缸上 就可以滑手機了 就可以調整水流 現在我們在放水 看到最大 裡面沒有魚 有的辦公室啊 就會養一些小型的魚缸啊 那不需要用到這麼大的補水桶 那就教大家做這種簡易的小型的補水桶 首先呢 就是從這個肚子旁邊 挖一個小洞 用尖嘴鉗或者是 那個磚子都可以用 不要挖得太興奮 挖得太大洞 它會裂開的 就慢慢的 慢慢的旋轉 好來試試看它 放得進去嘛 OK 太好了 就這樣子剛剛塞進去 怕它會漏的話呢 可以用那個塊乾旁邊稍微補一下 或是那股心理控 補一下 那就不會脫落了 好我們現在要裝水 首先呢 先把這個尾條把它關起來 這個時候呢 如果有竹筷子也行 此也可以 好就把它輕輕的架在小魚缸上面 好 開 好 就像這樣 讓它慢慢的滴流 小魚缸呢 大概都是會換到 一杯或是到兩 一杯半的水吧 最多 然後就用這樣慢慢滴流的方式 把水補滿 好 我們簡易的 6塊錢補水桶完成了 那其實也可以用其他的容器啊 保特品啊 或是那種大型的碗啊 都可以用 都可以使用 只要把尾條把它裝上去 就OK了 尾條嗎 這個小小的配件 不管在養魚對水或是微調空氣上 對我們都有大大的幫助喔 喜歡今天的教學嗎 這次的教學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影片呢 請按一下喜歡 想要學習更多的水族知識 請按下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小青 黑溪草影水族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這次贈送的贈品是 英國的屬於四量商品 就是黑源有試吃過的那一款喔 對於微調法 你有什麼想說的 或想問的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喔 我們會隨機抽出 三位幸運的得主 喔 哈利耶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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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耶 哈利恩 IL